崇光女中在日前也举行了毕业典礼 而新上任的校友会会长罗宇凡 除了应邀到现场和学妹们分享创业的经验之外 她还特别捐赠了100万给学校 助为校友会在未来举办活动的经费 期盼届时能够凝聚校友们的向心力 为学校多尽一份心力 6月毕业季各级学校毕业典礼纷纷分场 新店区崇光女中日前就举行了公众部第44届毕业典礼 除了有同学们制作创意十足的影片 学校还请来魔畜师表演 过去的桥段让今年的毕业典礼显得很不一样 而刚在今年5月获选为校友会会长的罗宇凡 也特地应邀在毕业典礼上 和学妹们分享求学历程与创业经验 罗宇凡目前是一家知名巧克力公司的老板 过去也曾经担任过电视台主播 这次她个人也捐赠给学校100万元回馈母校 我自己本身读了加上玉兴幼稚园9年的崇光 那我妹妹也是 所以我们总共在崇光待了18年 对母校很深的感情 那虽然崇光的同学可能不需要什么清廉奖学金 但是我觉得很多学妹有很多特殊的才能 也希望她们能够借由一些比较特别的补助 能够发挥她们的专长跟潜能 她已经毕业了二十几年 那么也在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的贡献 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企业家 那当他们听到说学校想要来重组这个校友会 那她也非常慷慨的 那么就一间行企 她愿意那么来承受 那么来协助整个校友会的运作 周立修校长表示 虽然崇光校友会已经成立二十多年时间 不过一直以来没有正式的运作 因此期盼在罗宇凡会长接任之后 可以号召更多校友加入 共同为社会母校尽一份心力 崇光的校友会能够在罗宇凡 新任的会长那么的带领之下 能够积极地运作起来 让散布在台湾社会各个角落 所有的校友能够因为这一个校友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 那么大家能够捷起更多的力量 来为整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能够结合以前国内外的校友的一些自治的校友团体 然后把它组织起来 能够多办一些参会或者是一些聚会 让同学们的感情再凝聚一起 看看是不是可以多联系联系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校友们也可以为学校多奉献一些心力 崇光女中从民国五十六年设校 至今培育出无数杰出校友 通过了校友会的运作 相信将可以凝聚更大的力量 记者身边在门奇心店财宝报道